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仅被丈夫揍到流产 手指砍断 落得永久性损伤 还因此导致了终身不孕 而她的婚姻也仅仅维持了13天 成为南韩史上最短的婚姻 这不是谁精心编写的剧本 而是韩国新日巨星李敏英的血泪史 出生于1976年的李敏英 来自首尔的一个英式家庭 由于性格乖巧又长得漂亮 从小就是父母挂在心肩上的宝贝女儿 同时也正是因为李敏英天生一副好皮囊 所以全家人都想把她栽培成举世瞩目的大明星 于是在父母的一番运作之下 李敏英在八岁那年就被栽进了剧组演戏 后来还被父母送去美国培训 虽说此时的李敏英年纪并不大 甚至自理生活都有些吃力 但她舍不得让妄女成凤的老爸老妈失望 最终 勤于练习的李敏英 最终靠着强劲的跳唱实力 回到韩国后顺利出道 后来更是一局考上韩国大学电影系 和《亲中国》和《志愿》等韩流大咖成为校友的同事 也着手准备转型当演员 并开始活跃在大大小小的影视剧中 只是在人才积极的娱乐圈中 最不缺的就是美女 所以李敏英刚开始演戏时 并没能靠着美貌成功出圈 直到1996年 她在《不离婚的理由》中 献上的精彩表演 让李敏英斩获年度新人奖的同时 也让这位天赋异禀的美人成为了韩国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而那一年她才20岁 得奖后的李敏英更是加快步伐陈胜追击 次年便与红极一时的李敏爱 还有张东健搭档 出演了《一家兄弟》 即便她演的并不是主要角色 但也靠着清新脱俗的脸蛋和过硬的演技 成功地和李敏爱平分秋色 甚至还引得不少人说 李敏英迟早会成为下一个李敏爱 只是 这位老天赏饭吃的女演员 却在事业腾飞的关键时刻 被恋爱脑毁掉了一辈子 即便是三星的长公主李富珍 也逃不脱女人下嫁必遭殃的作诈 但当红演员李敏英偏偏不信邪 最终差点送命 2004年 李敏英在大热剧《说不出的爱》中 和李动旭演起了情侣档 剧里的两人十分甜蜜 最终还结成了幸福的夫妻 不过 现实中的李敏英并没有因喜生情 与深情帅气的李动旭来一场俊男美女的爱情 反倒是和剧组里一位胡当年锅的小演员李敏打得火热 李敏比李敏英要小上9个月 不管是资源还是知名度 都差李敏英一大截 其实 这两人早在2000年时就因工作相识 不过 那时因为交集太少 并没有碰撞出爱情的火花 而当时隔4年 两人再次相遇时 李敏英只觉得这是上天送来的姻缘 就这样 李敏英和李灿成为了一对热恋情侣 坊间也曾因此传出 李敏英还曾因为男友介意 拒绝和银母夫妻李动旭合体营业吸粉 2006年 李敏英的事业 因为一部爱情与欲望再度攀上新高峰 但她却没有成胜追击 反倒大方地公布自己和李灿的恋情 短短三个月后 李敏英更是进一步官宣了婚讯 那时的观众即便不理解下家小狐心的李敏英 但看着她整天笑得如此幸福 也诚心地送上了祝福 希望这位女神可以和心爱的人白头到老 但没有人会料到 就在两人结婚后不足半个月 李敏英就在社交平台晒出了一组照片 只见照片中的她鼻青脸肿 暴露在空气中的每一处皮肤都遍布伤口 一只手的小手指还包着厚厚的纱布 看一个人适不适合结婚 和她旅行一次就知道了 这是后来人们根据她们的故事得出的经历 但她们作为事件的当事人 却没办法扭转时空 和很多新婚夫妇一样 她们也精心地准备了自己的蜜月旅行 一开始 两人都尽情地享受着旅行中的甜蜜时光 然而 这样的日子没维持几天 两人的问题便暴露了出来 而这一切的导火索 仅仅是一次口叫之争 有一回 李敏英提出了一个建议 但李灿并不同意 因此两人争吵一番后 最终不欢而散 但是两人之间的芥蒂并没有就此消失 与此同时 李敏英也悲愤地控诉新婚丈夫李灿 表示结婚前就已被对方揍过三顿 但每次李灿都会痛哭流涕地道歉 甚至还说 还有下次就剁掉自己打人的手 所以李敏英还是选择原谅对方 并决定和这个暴力狂结婚 然而 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就在这一对新婚夫妻商量着新房如何装修的时候 因为李敏英始终不同意丈夫的方案 因此 被激怒的李灿对着老婆就是一顿拳脚袭击 甚至还用菜刀剁向了对方的手 丝毫不顾此时的李敏英已怀有四个月的生育 面对被丈夫打流产后化为一滩血水的孩子 和看着自己被丈夫剁断的手指 一边后悔下嫁给平庸丈夫 一边给其寄去了分家协议 这一切发生在李敏英正式出嫁的第13天 而在半个月以前 事业刚开始腾飞的李敏英 还是一个为了回家相夫教子 选择搁置工作 从此以退的新嫁娘 但她没能想到的是 丈夫李灿会因为自己不满她提出的装修方案 而对自己拳打脚踢 即便肚子里还怀着四个月大的宝宝 也没能患得李灿的心软 不仅如此 这个丧心病狂的暴徒 甚至越打越来劲 最终还用菜刀剁去了李敏英的销手指 若不是听到隔壁惨叫声的热心邻居叫来救护车 不知道李敏英还会被折磨到什么地步 虽说最后的李敏英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但她肚子里脆弱的小生命 还是在暴力的袭击下胎死腹中 并且由于伤势过于严重 李敏英从此失去了当母亲的权利 就在这位女神公开自己的惨状之后 瞬间被激怒的韩国观众们 对施暴狂李灿群起公知 这也引起了官方部门的注意 作为始作俑者的李灿 因此被关进了牢房 只是在次年的宣判中 李灿虽喜提一年的牢房讨餐 但却是缓期两年之行 这也意味着李灿只需要背负罪名 而不用真的蹲大雨 面对这样的结果 李敏英和愤怒的民众们 即便再不满也无可奈何 谁让他们身在 毫无公道可言的泡菜国呢 被婚姻伤透心的李敏英 在康复之后 拒绝再次敞开心扉 所以直到今天 她都没有寻找新的伴侣 但好在 李敏英在拒绝爱情之余 并没有中断事业 今年 在婚词离取剧中 饰演微柔大姐姐 女翻译的宋元 与成勋发展出一段婚外恋 两人在健身房相遇 虽然一开始只是像朋友一般相处 但温柔体贴的个性 与成勋的老婆惠领 截然不同 也让她因此而动心 还说出 如果惠领是带刺的玫瑰 那宋元就是紫丁香 最后发展出爱美关系 甚至宋元还怀孕了 李敏英六岁就已同心出道 到现在已经45岁了 出道40年以来 颜值从来没有下降过 真的是从小美到大 也累积了多部戏剧作品 是韩国知名的实力派女演员 被封为韩国陈金剧女王 如今的她 选择重回迎平 继续用演员的身份和大家见面 相信摆脱不幸婚姻的困扰之后 等待李敏英的 只有光辉的未来 反倒是害了她一辈子的前夫李灿 在家暴事件发酵后几个月 就已经找到了新欢 让人难以置信 随着事业回春 李敏英开始崇尚综艺 李敏英在综艺节目 New Release Pay Young Story之中 首次亮相 节目里 李敏英很紧张 有点小可爱 呈现出 与剧中精明的外遇女 完全不同的形象 有种反差谋 46岁的李敏英 依旧美得惊人 家暴这个词语 虽然听起来很遥远 可事实上 它经常发生在我们身边 很多女星在婚后 因为长期遭受家暴 冷暴力 甚至虐待 想要逃离现有的生活 可是 因为放不下孩子 而一味地选择忍受 最后 崩溃 甚至自杀 这样的例子 在生活中 比比皆是 有句话说得好 家暴 只有零次 和无数次 如果你付错了人 将会成为一生的噩梦 所以 在面对家暴时 不需要沉默和隐忍 更不要对对方 存有任何幻想 离开她或许才是最好的选择 最后 还是希望李敏英 早日走出阴影 找到那个 能真正 疼惜她 爱护她的人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 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咔咔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 明镜需要您的赚